嗨 老师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天气特别好 看一下外面 阳光很好 然后明天后天我们要开家长会 可以不用上学 而且早上十点起来就可以了 好幸福 但是我今天想去逛一下一家 然后给我的花做一个花架 因为现在植物在打折 大概一个也就一块钱 不论大小 超级开心 买了十几个 但是一直没有架子可以放它 所以就想做一做 然后顺便去宜家看一看 有什么好玩的 想买的东西 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是一个Lucy's Vlog 我已经到宜家啦 叶子好漂亮哦 好红 好像在车里 已经坐好了防护 即便现在还算OK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些 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宜家竟然有乐高 天呐 Leggo 要14.99 我一直觉得逛宜家 是点特别温馨的事情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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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showroom真的都是新的 之前都没有见过 我们趁着疫情把它弄得特别温馨 我一直觉得这个镜子很好看 下面可以放视频 上面可以照镜子的 这个是我一直在找的 这个可以做那个花的标本 然后画起来很漂亮 这个立冠一直是我搬家的动力和梦想 我就希望有一个房子可以把这个书柜放进去 这个大架子是我妈妈的梦想 它超乡有一个厨房 然后全部都是这样的架子 螺的很高 这个感觉应该是新的吧 非常的Christmas 很圣诞风 然后装饰也很好看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也可以用来钓花 这个是放蔬菜的 然后很多人我看他们 网上有用这个来做花甲 下面可以推的 可是我还比较喜欢物质的原木感觉的 我觉得在一家工作去摆这些东西特别厉害 我觉得我很难把这东西摆得这么好看 你看看 好看 好看 这个是什么 这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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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这种架起来的书架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竟然要这么贵啊 对面镜子 哇 狗梅子 playground 其实在宜家卖这种美术用品啊 这些很多都可以用来做教具 像我以前买过一个投飞镖的 我就让小朋友来做学习中心 其实蛮买玩的 可以explore一下 说的飞镖就是这个 然后它可以找一个小张宜 投到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做不同的cat 其实逛这种店的时候就稍微想一想 其实蛮好玩的 那我知道很多的盟式找教 他们会用这边的玩具来做教具 比如像这个 它就可以属猪子啊 做一些猪蒜一类的 噢这个大鲨鱼宜家大鲨鱼太火了 在楼梯下我发现一个小竿子好可爱哦 我到了下一层哦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推个车 我看到小龙桌上有很多用这个做mini-acier里面 一个小的蜡烛灯 因为今天是在工作日的晚上 然后我在google上面看 然后too busy我就过来了 居然不敢周的周天来 人一定超级多 这个好美貌哎 然后原价是6.99 现在只要3.99 可是我没有想到特别棒了 手势 但真的很漂亮哎 特别复古 我发现它的货品短缺还是蛮严重的 像这些通通都没有 现在疫情影响就是蛮大 货都进不来 我也发现很多东西都爽 花瓶好好看哦 这两个好可爱哦 然后这个 其实太漂亮了 四个要15块钱 哎 小贵 你家的花架只有这一间 我相中了这一间 这个看着还不错 这个在哪里呢 2439 看着还不错哎 它竟然没有了 我要哭了 啊 太可惜了 我找到了 它藏在这里 我在后面看到 好吧 太开心了 我已经check out 我们这个大白板 正在往外走 今天都要黑 嘿 我刚刚从宜家出来 然后临走的时候 买了一袋 这个夹子和巧克力 然后就是那个花架 很开心 还是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 不过好多东西都断货 很开心自己的东西还有 哈喽 我已经回家了 然后刚刚组了一点点 组成这个样子 然后想一想想跟老师做一个聊天像的视频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开学9月份到现在经历的一个新路的历程 就是顶着疫情去上课 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觉得我很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 可是今年我就很难积极的起来 主要就是因为每天上课吧 心里面就是提心吊胆 总是怕小朋友接触了一些家人 他们有确诊的新冠病例 然后也很怕自己摸了什么东西就会有心理上心理上就是很紧张 我摸任何东西之前就一定要就是戴手套消毒 摸完摸后都要消毒 然后每天戴着口罩上课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现在好一些了是因为我已经把耳朵的上面就是勒出来茧子了 所以真的是耳朵都起茧子了 就现在是真的起了 然后把那个口罩摘起来示范的时候嘛 就是这样有一些次数 所以就导致耳朵上面就很痛 这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身体上的不适还是算轻的了 主要就是心理上面的不适 我也知道很多的家长 其实他们蛮不care这件事情的 就觉得有学校上就很好 包括我们从7月份决定了要hybrid以后 还是出现了很多的美国老师罢工的状况啊 他们上街游行啊 还有的就是直接就是不想再做老师了 所以这些都身边的身边的例子 所以今年我也在想说 我们从事的真的是一份高危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觉得老师竟然是一个高危的工作 难道学校不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而我们又没有挣到那些高薪工作的钱 对不对 每个老师都知道这个 我们老师的工作真的是蛮低的 所有从事这份岗位的人 是因为他们真的真的是热爱 那么就是7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政府是说建议 它有一个suggestion 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个当地这个区域的确诊病例数 在过去14天内 来确定说我们这个区域是可以进行hybrid 就是混合模式教学的 但是很多的美国的公立学校 还是决定说他们要继续distance learning 我很理解说学校决定做hybrid的原因 因为对于Chinese immersion这样的语言类的建立的学校来说 真的就是面对面的我教你东西 我跟你讲话 那和远程教学我在隔着电脑跟你讲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同时学校在行政方面 其实做的已经是非常做的功课了 包括有考虑到说但学校有确诊病例要怎么办 非常具体的像保持社交距离 那对于低小的孩子来说 他们可能没大有概念 不知道six feet多远 就是非常具体的这些内容细节 他们都考虑到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amazing的 那在学校的设置上 地上贴点啊 这个学校的这个午餐要在教室里吃 包括大面积的消毒 洗手间这些都是方方面面涵盖到了 所以我自己是还算OK在我的教室里面去教学 好像都没有跟老师说 就我身后这些就是我买的花 原因挺简单的 我上一次在那个office hour的时候 我们班一个小朋友过来跟我说 徐老师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家 我说你不是来问问题的 就是单纯的让我看一下他的家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room tour给我看 拿着iPad到处走 然后就发现他妈妈种了超级多的花 他那个garden做的太漂亮了 然后室内也有一部分那个温室 我觉得哇我也很想要 然后我刚好现在打折嘛 很多的花都一块钱一盆 所以像这个原来是24.99 可是就现在只要一块钱 我就买了好多花回来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 但是他们就一直没有架子可以放 就一直这样放在地上 所以我想就做一个架子可以把它架起来 我今天才想去一家的 对 那就是做三个这个样子 那这三个我就拼好了 不同的高矮 那还有一些想跟老师们说的呢 就是调整心态很重要 防疫很关键 如果这些事情是我们 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 我觉得就首先在自身的安全上面 做好保障 然后自己的这个身心建设上面 也做好保障 然后be body safe be heart safe 我觉得今年非常庆幸的一点是 我觉得家长都非常的配合 也没有人去complain一些事情 都觉得说老师已经很不容易了 尽量还是不要把 不要给老师增添额外的负担 所以这一点我就还是蛮欣慰的 那同样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需要家长再加什么帮忙上传 seesaw啊 今天家长都非常非常的配合 就出奇异调的 让我们觉得 哇原来就是他们有这么多能力 你知道吗 往往跟家长是解释怎么去上传功课啊 怎么去改功课啊 这个其实蛮复杂的事情 他们当一个家里面又不止一个孩子 很多孩子的时候 可能就完全顾不上 这个怎么把它做对啊一类的 所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今年家长就特别特别的给力 没有小朋友不交功课 都非常认真 非常仔细的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家校的一个联系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学校也比较暖心 就是家长委员会的人 给我们买了那个nova 如果你看上一期视频 那个什么保命大法 好物推荐那一期里面 我就说过学校帮我们去买口罩 可是我都不知道 那个口罩竟然要三十块钱 Oh my gosh 太贵了 但是学校家长委员会 还是出钱给我们买的 就是可以看到嘴型的那种口罩 就还是有很多挺感动的事情发生吧 包括小朋友也会给你写卡片说 Thanks for teaching us Like in this hard time 我觉得应该是家长 家长让他们写的是用英文写的嘛 挺感动的 很多家长会发邮件说 我觉得你们真的太辛苦了 等于说我们是double work 我们既要做virtual classroom 还要做hybrid in class 这就是一个很多工作量的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松的这一年 但是很多暖心的事情发生 就觉得还是对这个工作有一定的期望 尤其是看到去年的小孩子 他们就真的很想过来抱你 因为他们半年都没有看到你 然后见到你就真的很兴奋 他们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抱抱你 我说不可以 我们就可以air hug 用那样手抖一抖 所以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 也觉得其实很欣赏这份职业 也没有忘记一开始想从事教师行业的这样的初心 很多事情并不是用钱可以去说明和代替的 但我就是in general的说 觉得教师的工资的确是应该提升一下 如果你这个国家真的care about the future 你真的很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我觉得你教师首先是第一关 我们就是在教育你们未来的citizen 对不对 那同时另外一点呢 也真的是希望老师可以多强身健体 即便说回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累了 每次都感觉自己要累趴了 可是还是就是坚持要锻炼身体 坚持吃维生素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有一个体力去投入教学 因为上课真的是太累了 去托这种低小的孩子 很多基本功要让他们扎实地掌握 就要付出很多心血 不能离他们很近 也不能做很多非常有趣的课堂活动 就是有最麻烦的地方 就如果我现在是小朋友 我都觉得上课无聊到爆 真的就是到爆 但是我们又不能去违反学校的规定 说你们可以no social distancing 这些东西还是要保持 所以总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好玩的活动 带给小朋友 可是就是想不出来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课堂活动的话 就是可以在完成social distancing的情况下完成 真的非常欢迎你在评论的下方告诉我和其他的老师们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蛮需要相互鼓励和帮忙的 其实我现在突然很理解那些做那个叫什么 get ready with me的那些博主 真的好难 因为我要一边做这个事情 看说明书 然后一边来阻止我脑子里的思路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一类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听平时的聊天 比听干货有意思的话 欢迎你给我点赞 再让我知道你很喜欢这类的视频 然后因为我可以多出一些 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 感觉乱七八糟的自己讲话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一年学校 其实给我们的任务 还是可以完成的 即便也是很stressful 但是相比较往年 有那么多的学校的活动 今年都简化了 甚至直接取消掉 我觉得也是一个 让老师心情稍微好一点的 压力稍微小一点的原因吧 毕竟我觉得老师如果压力大的话 其实对孩子对家长都不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那个火是压都压不住 nice 手好痛都红了 我的天哪 你就是坐好咯 就这样子 是不是蛮好看 我好喜欢 好了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希望你的每一个周都能够平安健康 也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 我们都可以过一个 normal life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